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官宣 继校战后迪丽热巴代言莫森 评论翻车在维权 网友看不下去 前段时间迪丽热巴官宣代言了玫瑰花品牌Rosey and Lee 该品牌之前是校战代言 能够从代言小福星校战的手中接棒拿到这个代言 所以引起不少的热议 没想到这次代言没过多久 迪丽热巴又从Angela Barbie手中接棒拿到了莫森眼镜的品牌代言人 要知道莫森眼镜也是校战目前正在代言的品牌 之前就有网友表示希望校战和迪丽热巴两人合作 现在看来两人渊源还是很深了 不过也因为此次官宣代言 引起了不少的争议 根据官方曝光的消息显示 官方一大早就官宣迪丽热巴成为品牌代言人的消息 然而评论区却直接翻车 迪丽热巴粉丝一直都在评论区里面围权 从相关的评论来看 原来是莫森眼镜的客服在回应迪丽热巴戴眼镜的相关信息时 疑似有不尊重迪丽热巴的意思 迪丽热巴粉丝对此颇为反感 评论区一直都是冷嘲热讽的留言 本来偶像能够拿到代言可以说是喜事衣装 但是迪丽热巴粉丝却为了偶像的形象决定抵制宣传 甚至还有迪丽热巴粉丝表示不会购买这个品牌的产品 这样的情况 相信莫森眼镜官方应该也会非常扎心吧 随着此事不断闹大 不少网友看不下去了 也对迪丽热巴粉丝的这种行为提出异议 网友觉得迪丽热巴粉丝这样做不太明智 这样闹下去是在影响迪丽热巴的口碑 在官方已经道歉的情况下 还在继续纠缠不清 确实有点说不过去了 目前莫森官方还没有就此事做进一步的处理 不知道这一次又会引起什么样的争议呢 朋友们 如果你们的偶像受到了官方克服如图片中的描述 你们觉得有问题吗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